回到楼上的下见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一是贾丽娜妖劳性感的样子 老是在她的脑子里出现 这二就是她始终弄不明白 自己真的活在原来的影子里 不真实 有装作吗 这越想越清楚 越想越睡不着 她干脆坐了起来 把这些年以来 她是怎么过的 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 她忽然间发现 自己确实变了 以前哪个放荡不羁 不可一世的下见 根本就找不到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变得小心翼翼 把自己的锋芒隐藏了起来 活得不够真实 就连贾丽娜都骂她虚伪 是可杀不如 她要做回自己原来的样子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 下见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当一丝亮光从窗帘上射进来时 下见条件反射般地弹坐了起来 这段时间 她一直都是这样 她唯恐贾丽娜在老赵囊说她懒 所以她尽量早起 穿好衣服 下见一看表 我的天 这都八点多了 按照平常的时间 贾丽娜早都起了 这个时候都可能做好早饭了 可当下见小心翼翼地下楼时 可眼前的一幕让她吃了一惊 就见商铺的门依旧还关着 一楼根本听不到任何的响动 贾丽娜不会是酒醉 还没有醒来吧 下见轻轻地走到那贾丽娜卧室的门口 猛然抬头 见她的房门敞开着 贾丽娜围着被子坐在床上 两眼定定地看着屋顶 你人这个时候最好是别招惹她 下见一想到这里 正准备悄悄地溜开时 贾丽娜忽然大声地呵斥道 你给我回来 这大清早的又发什么疯 下见心里暗骂着 只好走了进去 贾丽娜两只好看的眼睛 紧盯着下见的脸问道 昨晚上你是不是脱了老娘的衣服 是啊 那么脏 不脱怎么睡 下见里直气壮地回答道 贾丽娜忽然双手捂住了脸 小声地哭喊道 你这个伪君子 不是一直都很胆小吗 昨天晚上 怎么就胆子大了起来 竟然把我的衣服脱了 别好了 你不是还穿着内衣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下见大声地说道 他反正不管了 既然多一直说我虚伪 拿老子 就真实一回 让你见识一下我下见真实的面目 贾丽娜一听 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压低了声音 赫问道 你什么意思 还脱光了看 行了行了 至于吗 都是成年人 什么没见过 下见不顾一谢地说道 贾丽娜呵呵一笑道 是我小看你了 你见得多 可老娘就是不想让你看怎么了 一看这个女人又开始耍横 下见还根本就不吃她这一套 她边往边走 连嘴里嘀咕道 你让我看 我还懒得看 一身肥肉 有什么好看的下见 这是故意 在刺激贾丽娜 其实人家的身材好看了 你给我回来 你这个贱人 贾丽娜彻底被下见弄疯了 她坐在床上大声地喊叫着 拉开卷侠门的一瞬间 下见不由地惊叫了一声 下雪了 就像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房子上 树上 都积了厚厚的一层 就连远处的山椅是一片雪白 早起的几家商铺 已开始清理门前的积雪 隔壁面馆的老板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肥胖女人 她一边扫雪 一边朝下见点了一下头说 你小子 昨晚上睡得晚 累了坏吧 要注意身体呀 这女人的话里有话 下见也不是什么笨人 她一听就明白 这要是放在以前 她会横眉冷对 一副生气的样子 可现在的她 有了不同的转变 就听下见笑道 没事 我身体好 这算不了什么 谢谢阿姨的关心 看着夏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肥女人冷哼一声说 我有那么老吗 黄阿姨 农村长大的夏剑 干活没得说 商铺门前的一点积雪 她三两上就搞定了 还把大街上也扫了一大截 肥女人看着刚从商铺里出来的贾丽娜 呵呵笑道 贾老板 有了这小伙子 我看你 最近过得挺滋润吗 小脸白里透红 昨晚上生事太累了 起这么晚 要你管啊 贾丽娜 压低声音 骂了一句 没有讨到好的肥女人 屁股一扭 便进屋去了 夏剑看贾丽娜 对邻居这么凶 有点不忍心地提醒她道 人家就是开个玩笑嘛 你可避动气 这样对身体不好 你知道个屁 这样的人你给她一个好心肠 绝对不能给她个好脸色 否则蹬鼻子上脸 一转身 又把你编排成什么样子 贾丽娜白了下见一眼 冷声地说道 就在这时 赵五一踩着鸡血跑了过来 贾丽娜一剑忙把她让进了屋内 赵五一搓了搓动得 有点发疼的手说 这可怎么办 明天就要开交流会了 我们要卖的 货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过来 谁说不是呢 我也关急 可这雪下的也太有眼色了 贾丽娜鼓这个嘴 一脸的不高兴 夏剑心里想 就你牛皮 还哪老天爷生上气来了 赵五一看了一眼夏剑 笑着说 你给我们想个办法 我看你脑子挺聪明的 她呀 脑子是玻璃的 何止是聪明 就看她想不想办法了 贾丽娜说着 看了夏剑一眼 她的这眼神里 说不出是嫉妒还是羡慕 夏剑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问赵五一 赵叔 你们进货 要到哪里去进 这穷山僻壤的 周围也没几个大镇 他们进货都要去离这里 两百多公里的藤县 这里的货源充足 什么东西都有 一次性就能搞定 赵五一两眼有神的说道 夏剑想了一下说 从镇上包辆车 打上防滑链 两百公里的路程 中午时分就到了 下午去进货 晚上连夜装车 明天一大早发货 绝对能赶得上这交流会 这个主意不错 我们马上动身 牛三龙这家伙胆子不小 钱给足了 他肯定去贾丽娜 一听夏剑这么说 立马就站了起来 赵五一点了点头 嘿嘿一笑说 好 我去收拾一下 等车子到了我门口 喊一声就是 贾丽娜跑进里间 随便打扮了一番 然后背着包走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无动于衷的夏剑说 走啊 你坐着干嘛呀 我也要去吗 我还是照看商铺好了 再说了你当时雇佣我时说了 让我干商铺里面的所有话 并没有说还要干商铺 外面的活下见 这是故意 在找贾丽娜的麻烦 贾丽娜呵呵一笑说 别待这一招 姐姐不吃你这一套 把你留下来 我的商铺被你卖了怎么办 贾丽娜说着 一把拽起来了坐在椅子上的夏剑 拉着他跑出了门外 有钱好办事 这个叫牛三龙的年轻人 开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 在二百块钱的促使下 他答应贾丽娜跑一趟藤县 说好了车上只拉三个人 如果多出的话又要加钱 车子到了馒头店门口 不用喊赵五一 已经锁好门站在哪等了 由于加了防滑链 所以这车开得很慢 好不容易翻过了一座山 前面的路不但变宽 也变得平坦了起来 路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少 牛三龙一边忍不住的加大油门 快到腾县时 根本看不到一点的雪 赵五一不禁摇着头说 山里的天气还真是不一样 说下就下 这很正常 冬天在北方不下雪 俩是非常难受的 不像南方 比如SC这辈子恐怕都难看到雪 贾丽娜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夏剑忍不住问道你去过 SC 切 有这么惊讶吗 姐以前也是混公司 做办公室的 只不过失事弄人 让我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是不是挺像泼妇 贾丽娜笑着问道 夏剑没有吭声 看来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这句话还真一点不假 一到县城 哪个牛三龙把他们三个人放下来 就开着车跑了 还真是生意人 一点油也不想费 这滕县看起来不大 但给人的感觉是 人多车多 在贾丽娜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进了滕县批发市场 这么一个小县城 能有如此规模的批发市场 还真是不错 上下两层的商铺 通二楼还留了车道 可以直接把车子开上去 在经过一楼一家批发烤箱的商铺门口时 夏剑不由地停止了脚步 他走了过去 打开烤箱左看右看 这东西在老家里见过 一到冬天往堂里一放 即可以烧煤 初可以烧材 关键是烧水烧饭速度挺快 更重要的是保暖 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他走了过来笑着问道 年轻想买一个吗 买一个干嘛 要买就多买几个 你们送货吗 夏剑呵呵笑着问道 老板微微一笑说 量大的话不但可以优惠 而且保证送货到家 你们是哪个镇的 不会是五银镇吧 哪里可比较远 夏剑没有直接回答这老板的问话 而是压低了声音问道 我如果要五十个 什么价位 不能乱要价 一口价 合适我就定 不合适您继续 哈哈哈哈 年轻人爽快 我就喜欢你一样的人 生意要大家做 我一个赚钱不叫赚钱 只有大家赚了才叫赚 这个术老板说着 把夏剑拉了过去 竖了一根手指 这时贾丽娜和赵五一等得不耐烦了 他扯开嗓门喊道 你干嘛来 刚进来就一步开步子了 老板见夏剑对他的报价没吭声 他以为夏剑嫌他报得高了 于是压低了声音说 小伙子 这几乎是出厂价了 我在上面赚不了几块钱 你怎么会对这玩意儿感兴趣 贾丽娜跑了过来 把夏剑拉到一边小声地问道 夏剑没有说话 只是朝赵五一招了招手 让他走近了 这才对着他说 赵叔 你不是让我给你参谋一下吗 我看这个生意肯定能做 卖这个呀 行吗 赵五一有点惊讶地反问道 夏剑点了一下头说 你看 今年的下雪天特别的多 我发现你们这边人家里 几乎都不睡炕 这冬天是非常难过的 一旦使用这个东西 亦可以解决做饭烧水的问题 这二来还可以取暖 一石二鸟 何乐而不为呢 经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行 只不过我们镇上目前还没有人卖煤 使用这个 恐怕有点不方便吧 贾丽娜忽然有点担心地说道 夏剑摇了摇头说 不怕 这东西既可以烧煤 也可以烧材 有煤烧 烧煤更好 没有煤 哪家人还能没有材 这生意还真可以研究一下 你们看 首先咱们镇上没有人卖这东西 而且还非常的实用 要不咱们联手干 把煤和烟筒一起弄过去 这样配套卖 岂不更好贾丽娜神情 有点兴奋地说道 夏剑一听 觉得非常的好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他不亏是做生意的人 脑子转得更灵活 赵五一的反应 就没有这么好了 他还一直犹豫着 这样吧赵叔 你门口的空地大 而且在街头 你就专门买煤 这烤箱和烟筒 就由贾老板来买 你们一唱一和 这生意不就做了吗 夏剑想了一下提一档 不知是上了年纪的原因 还是底子薄怕亏本 赵五一始终犹豫着 没有表态 性子有点急得 贾丽娜一跺脚说 哎呀你这人怎么到了 关键时候总是磨叽 我跟你说 这没不但个人要烧 而且农村人家里 有个红白喜事 做席的时候 谁家不用 你还愁卖不掉吗 唉 行行行 这生意绝对可以干 咱们就联手一回 赵五一忽然间开窍 她高兴地拍着大腿说道 贾丽娜看了一眼夏剑 小声地说 交流会期间 我会根据销售情况 给你提成的 夏剑没有说话 心里想 只要你不再虐待我 我就烧高香了 一旦定下了目标 剩下的就是跑市场寻价 做比较 不过还是夏剑谈的 哪家人比较靠谱 最后贾丽娜一口 就要了一百多个 把价格也压到了 每个九十元钱 后来又在夏剑的周旋下 老板竟然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 安排车辆送货 这可解决了一大难题 其实做生意 并不因为想着赚多少 而是这钱要赚得开心 在夏剑的鼓动下 贾丽娜又要了 这家人的烟筒 这把店老板高兴地直往夏剑手里递烟 接下来去谈拉梅的事 就更加好谈了 由夏剑出面谈价压价 最后还弄了长期送梅的口头协议 并且款项也谈成了月结 这把赵武艺高兴地直说 邀请夏剑吃饭 还别说 三个人跑来跑去的 中午饭也忘了吃 他们又一起给贾丽娜的商铺 补了些急需的百货 等忙完这一切时 已到了晚上 三个人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 进了一家川菜馆 这是赵武艺的要求 他说要请客 菜是下贱点的 但他心里清楚 他们挣点钱并不容易 所以他不但点得少 而且专挑便宜的点 店老板是一个三十多疯的女人 他看了一眼菜单 笑着说 全是素菜 不加一个云菜呀 哪就再来的青椒回锅肉 还有多椒鱼头 贾丽娜不等夏剑说话 她先抢着说道 老板娘微笑着 满意地拿起菜单走了 贾丽娜坐在夏剑的正对面 她微微一笑说 城里人 我们虽然挣钱不多 但一顿饭还是吃不穷的 忙了一天了 再说你今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还能让你过着肚子睡觉 这个女人的这几句话 说得十分温柔动听 让夏剑不禁多看了她两眼 菜陆续端了上来 三个人便大吃了起来 这些天和贾丽娜两个一起吃饭 让夏剑拘束死了 今天有了赵武一做伴 她便露出了本性 大口大口地 毫无顾忌地吃了起来 哎呀老乡 我看你年轻不大 做事做得这么好 同样的话 同样的道理 可怎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就显得有点不一样了 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赵武一呵呵笑着说道 贾丽娜看了一眼夏剑 还喝一笑说 人家是条大龙 恐怕咱五营镇的水太浅 留不住他吧 夏剑没有说话 心里想 这女人是个什么意思 难道还想让我一辈子给你做小工不成 就在他们正说笑时 从门外进来了四个男人 走在最前面的 也就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而跟在他身后的三个人 大概都是二十几岁 他们一进来 就坐在了夏剑他们的鞋对面 夏剑有点条件反射般的扫了一眼来人 感觉这些人有点不对 可到底是哪里不对 他又说不出来 哪个年纪稍大的一坐下 便喊来老板娘 随便点了两个菜 然后又要了一瓶白酒 四个人便喝了起来 不这他们之间 说话很少 可能是身在他相遇相应的原因吧 这赵五一的话特多 他一边吃 一边笑着说 夏浩啊 五营镇不大 但水很深 你跟着贾老板干 有些事情还得注意点分寸 比如这次你打了五营三郎 镇上大多数人为你喝彩 岂不知私底下还会能起什么风呢 没事说 我心里有数 我刚来时 你不是告诉我 五营镇的人都很好吗 夏剑有忍不住问了过们一句 其实这个问题 贾丽娜也给她回答过了 她这是顺嘴一说而已 赵五一叹了一口气说 我当时不哪样说 你恐怕早走了吧 我看你当时的情况并不怎么好 如果不找个地方 好好修整上一段时间 恐怕会出问题 哎呀 别说这些没有的了 明天出不出太阳 到了明天就知道了 你们这是起人忧天 瞎操心 还是好好想想我这笔生意吧 贾丽娜忽然打断了赵五一的话 换了个话题说道 俗话说得好 财不外露 尤其是在公众场合 这贾丽娜一说到生意二字 夏剑就发现 刚才进来的哪四个人 老是往他们这边看 他们绝对不是看贾丽娜的美貌 这里面应该有问题 出门在外 还是多个新眼的叫好 夏剑一想到这里 立马喊道 老板娘结账 你们一起的哪个美女 已经结了老板娘 笑着对夏剑说道 赵五一有点惊讶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结的 不是说好了 这顿我请吗 好了 不就一顿饭吗 下次你请贾丽娜说着 立马站了起来 她也可能感觉到点什么 小县城就是这样 天一黑 再加上外面有点冷 路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 这川菜馆 就开在批发市场的边上 相对城内来说 还是有点偏 按贾丽娜的话说 要想住个稍微好一点的宾馆 就得走段路 往县城中心走 可能是大家都觉得太累 想晚上睡得好一点 所以就一致同意 要往县城内走 就在他们几个 快要经过一个桥洞子时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里的几个路灯全是黑的 夏剑走在最后 忽然听到了 朝他们赶过来的脚步声 他立马停止脚步 回头一看 黑暗中依稀可以辨认出 朝他们赶来的这几个人 就是刚才坐在他们 斜对面的四个男子 把每个女的留下 还有你们两个男人身上的钱 一分不少的也给我留下 如果敢胡来 拿这里便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一个男人 雄厚又低沉的声音说道 夏剑心里咯噔了一下 今晚看来是碰到硬茶了 他们这是不但要节彩 而且还要节色 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形势 这对他们一点都不利 周围一片漆黑 而且没有一个行人经过 这一旦动起手来 老赵年龄大了 跑不跑得动 这还难说 尤其这贾丽娜 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一想到这些 夏剑便轻声说道 朋友生是看错人了 我们几个只是从乡下 进城的几个农村 身上根本就没有几个钱 她的话音刚一落下 这几个呼拉一下 便把他们三个围了起来 忽然的变故 让贾丽娜大吃了一惊 她有点紧张地 一把抱住了夏剑的胳膊 小声地问道 我们是不是碰到抢劫的了 这可怎么办 他们不但想劫彩 而且还想劫色 夏剑轻描淡写地说道 她这是想缓和一下气氛 否则不用动手 夏都吓死了 贾丽娜以为夏剑在开她的玩笑 不由得心中一怒 狠狠地在夏剑胳膊上掐了一把 碰得夏剑差点叫出了声 快点 自己把钱掏出来就走人 等老子动手的时候 你们可就惨了拿领头的男子 逼近了一步 声音阴森地可怕 夏剑略一回头 把嘴巴贴到贾丽的耳边 轻声说 一会儿动起手来 你就和老赵先跑 别管我此时的贾丽娜 温顺地就像一只小绵羊 她点了点头 有点不舍地放开了 抓着夏剑胳膊的手 我去你妈的 磨磨蹭蹭 是不是还想着跑 另一个男子骂了一句 忽然间 一拳直朝夏剑的面门倒了过来 既然已经动手 夏剑也毫不含糊 她脚下一动 左手一挡 右手快如闪电般击出 只听哀诱一声 这家伙被夏剑一拳 正好打在右眼上 她痛得连退几步 好家伙 还真敢动手 弟兄们就别再客气了 哪领头的刚喊了一声 其余几个 顿时都朝夏剑围了上来 一不做二不休 夏剑展开拳脚打了起来 这几个人满以为一对四 会占大便宜 没想到几招下来 他们终于有两个人 便躺在了地上 怎么捣的 都有点搞不清楚 亮家伙又是男人低声吼道 夜在这个时候 好像更黑了 那四人手里亮出了 所谓的家伙 借着微弱的一点亮光 夏剑发现 他们的手上拿的是匕首 而且还尺寸不短 夏剑轻轻地后退着 尽量把自己的背 放在了洞壁的一面 他不能腹背受敌 这是常识性问题 黑暗的夜晚和白天 大不一样 稍不留神 他都有可能被这些家伙手里的匕首所拿伤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夏剑几乎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不怕死哪是假的 哪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敌不动我不动 静观其变 当夏剑的后背碰到洞壁上时 他知道自己已有没了退路 再不主动出击的话 还真成了这些家伙的刀下鬼 不行 必须全力一拼 要活着为自己证明 否则还真成了杀人犯 到位阎王殿也有可能说不清楚 一想到这里 夏剑忽然冲了出去 这几个人虽说凶狠 但面对夏剑这样的搏击高手 显然不是对手 黑暗中 夏剑声东击西 虚虚实实 专攻这些人的下盘 一时间这四个人便被夏剑一人完全控制了起来 功又伤不到夏剑 退又被夏剑所缠 就这么一会的时间 脱身跑出去的贾丽娜 便边跑边喊了起来 抢劫 桥洞下面有人抢劫 寂静的夜晚 这声音传得好远 听着有一种很强的穿透力 这四个人明显有点怕了 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 夏剑抓住石鸡 飞起一脚 只听喷了一声 有一个人便飞了出去 一招凑效 他立马改弓下盘 又搅带着地下的石子 狠狠地扫了过去 又是一个阴声而倒 这... 奶熊后的声音无奈地低喊了一声 这四个家伙慌忙转身 连滚带爬地冲进了黑暗之中 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剑不敢逞强 也快步穿出了桥洞 朝着亮光的方向走去 贾丽娜和赵五一 从一棵大树后面闪了出来 两人看着夏剑 一口同声地问道 你没事吧 嗨 我能有啥事 快走吧 这地方不安全 你看半天了 也没有看到一个人 夏剑说着 率先大步朝前走去 路两边慢慢地有了亮光 他们才看到了 前面有人经过 紧跟在夏剑身后的贾丽娜 忽然失声叫道 夏号 你受伤了 夏剑一听 这才抬起了又胳膊一看 我的个怪 又胳膊上 被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血水已打湿了衣袖 难怪这么痛 夏剑还以为是撞到什么东西上了 原来是自己受伤了 看来都是刚才太紧张了缘故 快 我带去腾县人民医院 贾丽娜大声地说道 夏剑活动了一下胳膊 觉得并无大碍 她呵呵一笑说 没事 找个小诊所包扎一下就行了 何必去县医院 麻烦 她的话音刚落 并看到街道边上 有一家名叫老百姓诊所的大牌 横在了马路边上 不行 你不要索花钱 我们还是去县医院吧 这种地方处理不好 贾丽娜更在夏剑身后 还在努力地动员着她 可夏剑一步已经钻了进去 有一个小护士 正得几个病人打着吊针 她一看到夏剑胳膊上的伤 吃惊地问道 怎么伤得这么厉害 不小心挂了一下 快给我包扎一下夏剑说着 便坐在了诊所内的长椅上 小护士忙放下了手里的火 朝夏剑喊道 你快跟我来 流这么多血了 再不处理会出问题的 夏剑跟着小护士进了礼间 有一个四十多岁 穿着白挂的中年男子 正在悠闲地看着书 小护士慌张地说道 陈大夫 你快给她看看吧 她这条胳膊伤得不轻 陈大夫慢腾腾地看了一眼夏剑 试一下剑坐在了她对面的椅子上 这才用镊子夹起了她的衣服 慢慢地卷了上去 一条三四寸长的伤口 朝两边翻开 露出了白森森的肉 血水不停地从伤口处往外流着 样子极为地恐怖 你这是不是打架所伤 陈大夫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站在夏剑身边的贾丽娜一着急便吼道 你先能能治 干什么伤的和你有关系吗 有啊 怎么没有 如果是打架所伤 我会立马报警 让警察过来 这是规定 怎么你不服气 陈大夫忽然间强硬了起来 刚才卖洋洋的样子瞬间一扫而光 本来不生气的夏剑 一看这家伙竟然是这个样子 他脸色一变 冷冷地说道 我是去杀人给伤的 你马上报警吧 呵呵 你是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这伤口如果是打架所伤 刀子上会不会有其他东西 了解清楚了方便治疗 陈大夫慌忙改口说道 夏剑眼睛一瞪说 刀子上没毒 也还是快点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夏剑的声音冷得如冰 听了不寒而栗 俗话说得好 鬼怕恶人 这个陈大夫也是如此 他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动作非常麻利的 便开始为夏剑处理起了伤口 哪个不护士 不停地跑前跑后的 为他帮着忙 清理好了伤口 便打了麻药 就开始为伤口缝合 整整缝了七针 看那一旁的贾丽娜直咧嘴巴 好了 记着按时吃药 完了我再给你开一些 清洗伤口的药水 三天后换一次药 半月后就可以拆现 陈大夫非常客气地 给夏剑做了安排 贾丽娜付了钱 然后给陈大夫说了一些 感谢的话 这才离开了百姓诊所 走在大街上 贾丽娜不急着 找宾馆睡觉 而是要找什么公安局 夏一听就急了 他故意生气地说 我的伤口很痛 需要尽快休息 我的意思 咱们去报个案 你伤得这么重 绝对不能便宜了 这帮龟孙子贾丽娜 一脸怒气地说道 夏剑忽然发火道 不报了行吗 我要睡觉 夏剑的这一声 可吓坏了贾丽娜和赵五一 他们俩面面相去 没想到这夏剑发起脾气来 竟然这么可怕 夏剑才不管他们如何地吃惊 看好一家宾馆 就钻了进去 等贾丽娜和赵五一追进来时 夏剑已给他自己开好了房 然后一指贾丽娜说 他掏钱 然后拿着房卡便上了楼 按理来说 他应该和赵五一开个双人间 这样会节省一点 但夏剑一时为了将贾丽娜的军 怕他去报什么警 他现在的身份 可不能多次在警察面前出现 这一报警 肯定会做笔录登记 他的身份证 怎么敢给警察看 胡弄一下宾馆 这些年轻小姑娘还是可以的 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今晚有这么好的条件 他得好好洗上一番 可自己的又胳膊受了伤 弄不好进了水的话 那麻烦可就大了 横梁再三 夏剑想想也就算了 他往床上一躺 这才感到受伤的胳膊有点痛 可能是所打麻药 已经没有效力的原因 打开电视 夏剑胡乱地翻坏着频道 他的心里乱急了 为什么这样哪样的狗屁事 都叫他一个人碰到了 归纳总结 原来是自己太多事 太爱逞强所致 就在夏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狗血的电视剧时 忽然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 夏剑心里先是一惊 稽而大声地问道 谁呀 有了上次的教训 他现在可不敢再大意了 是我呀 还能是谁 贾丽娜在门口大声地喊道 夏剑这才走了过去 打开了房门 贾丽娜一闪 身子便挤了进来 一股清新好闻的香味扑鼻而来 看来这女人已经洗好澡了 可能是房间里暖气不错的原因 贾丽娜只穿了一身红色的线衣 她风吟性感的身子 在紧身衣服的包裹下 极度地诱人 夏剑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轻声问道 赵叔呢 别提哪个死老头了 她竟然嫌这里的房子太贵 跑隔壁去住小旅馆的贾丽娜说着 屁股一扭坐在了床上 然后踢掉了两只拖鞋 把白皙好看的脚丫盘放在了床上 夏剑呵呵一笑说 你这个时候跑我房间里来 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我们可是孤男寡女 刚才烈焰火 一点既然夏剑这是无话找话 故意逗贾丽娜生气 然你个死人头 只有嘴上跑火车的本事 昨晚上多好的机会 你都不敢动 你就是个伪君子贾丽娜说着 两只迷云的眼睛 故意白了夏剑一眼 她这一下 简真是风情万种 夏剑真有一种冲上去的激动 可她还是强按捺住了心里的奶团 新号新号 这个女人便脸如脱裤子 上一分钟再笑 下一分钟 说定她就开始哭了 好了 老娘过来是侍候你的 有什么需要快说吧 一会儿我还要睡个好觉 昨晚上没睡好 这回累死了 贾丽娜说着 便伸了个懒腰 夏剑呵呵一笑 恶作剧的说道 我想洗个热水澡 拿你帮我吧 贾丽娜一听 脸色微微一红说 行啊 老娘都是过来人 什么没见过 你这难不住我 贾丽娜说着 便跳下了床 拉着夏剑 便往洗澡间走 这下夏剑慌了 她忙笑着说 开玩笑的 我手受伤了 洗什么澡 得性 跟姐比无耻 你还嫩了点 你知道吗 我嬴震三岁的小孩 见了我都会说坏女人 骚狐狸精 我骚吗 是你的男人 骚贾丽娜扯开的嗓子喊道 夏剑看到了 好眼睛里闪动的泪花 生活总是不容易的 其实每个人 都有着她的苦衷 俗话说得好 叫人的狗不叫 叫得挺欢的狗 根本就不要人 贾丽娜跑进洗手间 一会儿端着一盆 冒着热气的水走了出来 她微微一笑说 来 洗个脚 忙了一天了 好好睡个觉 明天的任务不清 看到这贾丽娜如此的对她 夏剑封兵的心慢慢融化了 她对贾丽娜已有了新的认识 快把脚伸进去呀 我替你来袭 贾丽娜催了一声 有点发呆的夏剑 她已蹲了下去 挽起了衣袖 露出白葱般的两条玉壁 这哪里是农村女人的手 夏剑慌忙一笑说 谢谢你了 我还是自己来 你把水放这儿就行了 你还是去早点休息吧 不就一双臭脚吗 好像谁稀罕似的 贾丽娜说着 一把抓住了夏剑的脚 不等她说话 便两把脱掉了她的袜子 把脚按进了热气腾腾的水盆里 夏剑有点享受的闭上了眼睛 贾丽娜两只预知般的小手 在她的脚上轻轻地抚摸着 哪种舒服真是不可言喻 就在夏剑心人心马 正想着更进一步的好事时 贾丽娜已拍了一下她的小腿笑道 好了 快上床休息吧 你刚受了伤 不能太累着了 等夏剑回过神来时 贾丽娜已端起洗脚水进了洗澡间 紧接着便传来了她出去石棺房门的声音 夏剑有点懊恼地倒在了床上 这么好的机会她都没有把握住 难怪贾丽娜今天晚上 说她就是个胆小鬼 伪君子 她现在还真有点相信 贾丽娜对她的评价了 一觉睡到了天大亮 夏剑这才起了床 等她洗涮完毕时 贾丽娜和赵武一两人走了进来 三个人坐下商量了一会儿 便下楼退房 一切行进了都非常的顺利 大概十一点多时 两辆大卡车前后相跟着进了五银镇 此时的五银田 已是热闹一片 各家商户已把店内的货物摆放到了店门口 招来了一些餐会老乡的围看 一百多个烤箱 实在不轻 好在贾丽娜掏钱让人卸了货 不大一会儿功夫 就围上好多的人 大家一边看着 一边议论着 感觉这东西特神奇 夏剑早就想好了这一招 他什么事情也不干 而是找来了一些财草 动作非常迅速地把烤箱里的火生着了 一边让围观的人烤火取暖 他又一边地做着讲解 很快就有人动心了 开始向夏剑寻价 夏剑深知农民人的心理状况 他们要的东西一要价格合理 这二就是实用 所以要高了没用 等于是吓跑了客户 夏剑心里默默一计算 这进价90元每台 两卖上个120 每台赚30元 再在烟筒上赚20元 这不一台也可以赚个50元 可以了 想好了的夏剑 根本没有去找贾丽娜商量 而是笑着对大家说 我们做生意赚钱 赚的是大伙的钱 赚一个不算赚钱 所以我们这台烤箱的卖家 是120元每台 多一分钱我们不要 少一分我们也不买 120啊 还真不贵 前段时间我去腾县 人家要价都150 更保况从腾县到咱们五银站 还要运费 我决定要一台 有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 立马喊道 有了她的带头 其他人也不落后 这时贾丽娜挤到夏剑身边 她小声地说 你真有能耐 我是老板 你也不问一下 这价格甚至定得太低了 除过运费 我们也不怎么赚钱啊 贾丽娜的声音虽然很小 但还是被旁边的几个人听到了 他们大声笑道 我们不管了 是她刚才说的这个价钱 再涨 我们可就不答应了 这些人这么一说 还有几个犹豫的人 也开始动起了手来 一会儿的时间 竟然买出去了27台 这才刚从车下卸下来 几乎还没放稳 虽说 昨天刚下过雪 但五银镇来餐会的人 还真不少 夏剑抓住这个机会 往台阶上一站 一边大声地吆喝着 一边打开烤箱示范着 讲解着这大冷天 烤箱在家里所发挥的作用 这样一来 等下午快关门时 100台烤箱 只剩下了19台 这把旁边的几家商铺的老板 给嫉妒的 就差上来找贾丽娜吵架了 为了生意 又是中午连饭也没吃 这东西很重 摆电门口就醒了 今晚不用往里面搬了 免得明天又要往外搬 贾丽娜一脸倦意地说道 夏剑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街道两边 来了些外地做生意的人 他们一开始搭建帐篷 还有些直接开了个棚斗车过来 人和货就一辆人了 看着越来越紧张的地方 夏剑想了一会儿说 也好 就不用动了 否则起晚了 这地被别人给占了 我看谁敢啊 贾丽娜说着 双手一插腰 样子很神气 面馆老板娘 有点无事找事的样子 她双手抱在肩上 冷冷地说道 贾老板最近有人撑腰了 这说话的口气也大了 商铺是你家买的没错 可这门口的地方 好像并没有卖给你们 所以 谁想买就买 你可管不着 你摆一个试试 贾丽娜说着 顺手抄起了铜烤箱的铁钩 这肥女人健壮 慌忙把身子缩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 夏剑心里暗暗好笑 关上的店门 又是两人的世界 夏剑尽量放缓着情绪 她不想再惹贾丽娜生气了 其实她也非常的不容易 可能是生意不错的原因 贾丽娜今天还特意去买了只鸡 她一边给夏剑上鸡汤 一边叹着气说 你受了伤 应该好好补补 更重要的是 好好休息 可现在这么忙 我也休息不了 没事 我这身子壮得跟牛一样 皮外小伤 不碍事 你是不是觉得 我把烤箱买便宜了 夏剑说着话题 不由得一转 贾丽娜摇了摇头说 没有 你的脑子真的是太好使了 单件算下来确实低了点 但买烤箱的人 她必须得买烟筒 这加到一起来就不低了 一套可以赚五十元 这可是非常不错的生意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看着贾丽娜充满好奇的眼神 夏剑微微一笑说 我呀 我就是专门骗女人的 你信不信 嗯 有点像表面上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实质上属于哪种嫩骚形 贾丽娜说完这句话时 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起来 夏剑跟着也干笑了两声 这女人的道很深 她说话时 时不时冒出来的新鲜词语 这哪里是农村人会说的话 这分明就是城里女人说话时 经常用的词汇 这顿饭吃的技术心也开心 两个人再也没有互掐 而是边吃边商量了 一些有关这烤箱的事 还剩十几台的话 明天一上午恐怕都撑不下来 要不吃完饭 我去烫油店局 给奶老板打个电话 让她明天安排送货贾丽娜 有点担心的说道 夏剑摇了摇头说 不急 让明天的来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这烤箱买得很快 现在都已经断货了 这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 你想想 高 你可真是高人 做生意 就要让大家有个抢的态势 明天来的人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或后天才到 这说不定到了后天 这里弄不好会排起长队 哈哈 你待在我这儿 真的是屈才了 贾丽娜哈哈笑着说道 一提到屈才 夏剑不由地暗嘴伤神 她可是创业集团的老总 那么大的产业 在她的领导下 都能玩得风生水起 更何况挣点小生意 看着漠不作声的夏剑 贾丽娜若有所思地说 能屈能伸是条龙 只伸不屈是条虫 大丈夫卧心尝胆 东山再起 又不是不可以 贾丽娜总算是说到了 夏剑的痛点上 她哈哈一笑 便站了起来 直接上了楼 她不敢再说下去了 再往下说 她的哪点秘密 就有可被贾丽娜猜出来了 没有了负担 夏剑一躺下去便睡着了 就在她还在做着美梦时 忽然楼下传来了 贾丽娜的叫骂声 夏剑揉了揉眼睛 慌忙翻身起床 发起天意大亮 昨晚上睡得太死 连个梦也没有做 她摇着头 动作迅速地穿好衣服下了楼 商铺门口已围了一圈的人 就见贾丽娜双手插在腰上 高婷的胸脯一闪闪地骂道 老娘的东西你们也敢偷 就不怕我报警让你进监狱吗 怎么回事 大清早的 也不让人睡个好觉 夏剑眼珠子一转吼道 贾丽娜看了一眼夏剑 冷声说道 还睡个屁 烤箱少了一台 被人偷走了围观的人一阵怯怯思语 说什么的都有 哎呀 就这事啊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人昨晚上搬的时候 我就在楼上看着 夏剑说着 用手指了一下他睡觉的窗户 滑的一声 围观的人群更是炸开了锅 贾丽娜吼道 是谁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 开启下一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章节目的